好然後今天要教的是那個四個和弦 就是C A 米然後F G7的換和弦練習 首先就是我會建議就是大家就是兩兩一組互換 所以就是第一個是C和弦對不對 C和弦然後AMI和弦 那第一個步驟就是大家可以先這樣子就是刷一下 C和弦然後再換到AMI去 好然後C AMI連續先這樣就是等於讓自己用那個手指頭的肌肉就是可以習慣去記憶它這樣 C和弦AMI和弦 好那這樣子練了大概幾分鐘之後呢 其實大家就可以放慢速度練用四拍去彈就是 1 2 3 4 然後換AMI 但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不要停下來 好像有的時候可能會不小心就是按到那個就是按不好但是就是繼續算那個四拍 假設我們第一拍啊可能按不好那可能二三拍第二拍第三拍的時候再去把它改正過來 這樣了解嗎 就是盡量不要讓就讓右手不要停下來 然後去帶左手的換和弦練習這樣子 所以是這樣子喔來所以第一組練習就是 C然後是C然後AMI 然後CAMI 然後接下來就是刷四下嘛 就是1 2 3 4 AMI 那原則上這過程中其實如果還沒有辦法那麼順就是 在把它放更慢去練 了解嗎 那第二組的話呢就是 就是 Ami 換 F 就是 Ami 換 F 的訣竅其實還蠻簡單 就是中指都其實都不用動 都一直放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然後十指呢 就是像換到 F 的時候就是十指放在 那個第二弦的第一格 從下面數來第二弦的第一格 所以 Ami 一樣 刷一下 然後換 F 這樣重複操作這個動作 那也是幾分鐘之後呢 那你們就可以就是 一樣刷四下 一 二 三 四 F 五 二 三 然後十指放開就是 Ami 十指加上去就是 F 二 三 四 這樣子 好 第三格呢 就是 F 換 G 7 F 換 G 7 的時候其實齁 你們只要就十指都不用動 那當 F 這個可選有沒有 要換到 G 7 的時候其實就是變成那個中指拿到第三弦 就從下面數來第三弦的第二格 然後無名指呢 就是放在那個 就是第一選的第二格 那十指就是不動 一直放在第二選第一個 那這個方式呢 通常我們的弧口 就這個位置呢 要把它靠在下面的那個琴頸的位置 這樣子的話 你的手指頭才會全部都進去 好 不然會很擠都進不去 好 這個是 G 7 所以 你們看到一樣 F 到 G 7 一樣 操作的方式一樣 F 刷一下 然後 G 7 F G 7 那這個部分會比較難換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要就是 多練習幾次 好 F 5 G 7 所以一樣 等你熟練之後 一樣放很慢 就是一樣彈這樣子 1 2 3 G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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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G 7 2 3 G 7 2 3 G 7 這樣可以嗎 就是一個四個和弦 那當這三個 那個和弦都換過去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所謂的第四個步驟 就是把這四個和弦全部結合 就是 C 一樣 也可以用剛才一開始的步驟 就是 刷一下 然後換 A 買 然後再換 F 然後 G 7 這時候無名值 跑到第三格去 就 C 然後 A 買 F G 7 然後一樣熟的時候就可以開始這樣刷 四下 二 3 4 A 買 A 然後F G723 4 C23 換中指到上面 加十指 23 G723 一直重複操作這些就可以了